金子银子放这儿才作数 他要真拿过来了呢 我就把我这脑袋拧起来 送给你当球踢 妈 你还真别把话说绝了啊 我数到十 他就拿着钱进门 您看着啊 一 这孩子疯了 二 衣衫你发烧啊 三 四 老朱 你别跟着没 五 吓唬我是不是 来 本庆家来了 来来来 请进 请坐 请坐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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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倒这儿 倒水倒水 来 把您喝水 好好 这给您喝 来来来来 秦山伯啊 一山把我的意思跟您说了吧 是 跟我说了 我听说呀 您心疼孩子 要给孩子们买房子 我挺感动 可是这话说回来了 这孩子不是也是我的孩子吗 是吧 我也不能说知道了 我就装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管 那不行 所以我今天 我带来二十万 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这得加巧还得撒把米呢 是不是啊 我有一个条件 请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不能收 小满乍行闲路窄 这年轻人哪 不妨摔打摔打 对他们成家立业有好处 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清联工着急 你看急什么 就把我往外推 其实我那条件 也不算什么条件 我就是希望啊 给这个俩孩子 买那房子小一点 一时一听就行 那我们要买个三居呢 那就对不起了 那这钱我就不出了 你讲你 你说你真是 你这人不实在 你可是你这儿 跑我这儿画道着 你让我你让我按你的道走 听不听 是庆姐您自己的事 不过呀万事都有个理 你听我慢慢跟你分析啊 你说咱们老人啊 有老人的长法 年轻人呢 有年轻人的活法 你老在一起过 这不能强求一致的 再一个锅里脚马勺 磕磕斑斑是难免的 是不是 你说什么样的情分 你也架不住成天的吵架呀 你要真是 这情意要是生分了 想休太难了 那你买那一室一厅 我们老两口住哪儿去呀 你让他们俩搬出去 住那一室一厅 你们老两口就住这儿 就这儿 这房子我刚给卖了 卖了 你怎么给卖了 你惯着吗 您请 您您看看这边 这是厨房 我跟我老伴 我们住的都挺省的 半都很少做 您刚才摸这地方 这都是实木的 还有半年前 我儿子结婚的 我们这房子彻底啊 重新装修了一次 这墙都是环保器 这地板 这地板叫 老中是叫什么呢 特丝什么 对 拉阁什么儿 进口的 对对对 都是进口的 嗯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想啊 换一大大房子 跟儿子儿媳妇能住一块 能舒服点 不然也不会这么急着买房 他们知道 刘大妈在这住了二十多年了 值根值点的 您放心吧 是 是 这年就是得知根知底 你要不知根知底 你 你买房子后 这里边发生过什么事 你都不知道 这房子我要了 就按你们说的价 我先付个定金 等过后的时候付全款 行吗 好 好 好 那我们回来 担心 那您慢点走啊 好好 咱们慢走啊 你来了 您来了 客户说了 您那个房子 最近给您过户 让您准备好 是 这房子我不想卖 这房子我不想卖 他妈你怎么了 这房子卖得多合适啊 价格比小区的任何移动 都高出两成 人家要准备付全款 要不是客户着急 又不差钱 您到哪里去找 这样的袁大头啊 那不一定 就这样 我把这三万块钱 拿来了啊 如数归还 你你你你点点 大妈 这个签订可不能退 虽然说没有正式签订合同 但您 输了定金打了收据 如果您反悔 就是您违约 不但要退这三万块钱 您还要赔给对方三万 妈 是的 那不一定 你别这瞎掰 你是唬我 我的房子我想卖我就卖 我不想卖我就不卖 咱们还成为我赔钱了 大妈 这是国家法律规定 您不信你可以去问一下律师 我看你们中介就是想赚我这三万块钱 坑人 你们想坑我呀 没门 行了 咱们不还 大妈说 我能这样说 行 外边说 你别别别拉上 我得跟他们说清楚 行 外边说外边 我的房子我不想卖了走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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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跟他说清楚 行了 外边说外边说 我的房子我不想卖了走 我不想卖了走 行 行 行 舒服 妈 不是 你真的是瞎折腾 你万一支钱要不回来 三万块钱定金 你给他出啊 我出就我出 二十万我都出了 我还差这三万 你说你这么精益老太太 怎么也做这种傻事啊 三万块钱哪 您要嫌钱多啊 把钱给我 跟我买一整年的衣服呢 白便宜了那老头 要涂什么 我就涂 刘姥姥心里不痛快 钱又不是他出的 他心里能有什么不痛快啊 天下哪有白痴的演习啊 白花人家的钱啊 哪有那便宜的事啊 舒服 嗯哼哼 不是啊 行了 房子卖了就卖了 啊 价格也不低 再者说了 还拿了人订金了呢 啊 别再瞎折腾了 折腾了 折腾有钱 这老妖精真有钱 要不他这么咋唬 我们占有钱也是人家的呀 咱们呀 别那个占小便宜吃大亏 啊 那不一定 他精明 我这人我也不完全傻 我倒要看上他 是真举气拿出二十万了 给他闺女 他还是拿钱斗牙签子 不是 那说了闺旗 您还是看上人家二十万块钱了 你这辈子能挣这数吗 咱们的十几平米的房才赔这个数 要说不眼红 不眼红的是棒锤 我 走 我走 这不对啊 这肯定是那帮中介的片名吧 你 你连个嫌疑都没钱 就这么一个收条 这怎么能叫违约呢 妈妈你们喝水啊 歇着吧 歇着吧 他中介可不就这么说的 那你说这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让我想想啊 其实吧 也不是完全不能解决 这得看怎么运作了 还得看亲家你们是怎么想的 你们是不是真的不想卖那房子 这大冷天呢 你说那你那一总俩跑到这儿跟你打场 那你们要是相信我 这事你交给我 我来帮你们解决 那亲家伯母打算怎么解决呀 真赔三万块 这个就得骑驴看账本 走着看吧 你能不能解决 这两个人是这种 这种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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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能解决 为了 什么 是 这种草包 那两个人 那就是 那一种草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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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扛的 我扛你 我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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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那老头同意说不要这房了 这又不是刀架脖子生的事 他有什么不同意的呀 那他没说点什么别的 不说话他能从我这儿 饿走三万块钱哪 说什么 违约呀 什么不差钱啊 什么我就想买这个房扯 俩字要钱 好 那您您您 要钱我给他呀 我给他三万块钱呗 这有什么呀真是的 来 轻点快 把这个收好了 节约文件 你这个一定收好别弄丢了 咱可不能来个二回回啊 不是不是 等一身下班之后 你让他到我那儿去拿那二十万 行了 这事我也给你们办成了 没别的事那我就先走了 他愿不别着急 要不跟着吃完饭走了 拿点吃吧 不了不了 我这不是还得去练歌吗 集体活动不参加也不好 是 这三万块钱你出呢 不行 你这话就见外了 咱们是一家人 谁出不一样啊 是吧 关键是吧 那老头太鸡贼 你们千万别往心里去 别跟他治那个气 不理他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我告诉你 这不是这个链 这都是我们的原因 要不就从那二十万元里扣 别见呀 一码是一码 我可不是当年二位说大话 对于我来说呀 拿钱能解决的问题 那就不是个问题 主要是对孩子好 只要对孩子好 咱们都是个好 这是 这是 那什么赶紧给一山打一电话 好 那个 那个 清江母不用赶紧 她什么时候去我都给她钱 还赶紧呢 你瞧你说的这话 来 妈 我喂你 喂你喂你 妈 这事呢 还真得您去办 老将出马一个定位 就你嘴甜 我这嘴再甜 也无法表达我辅实的心情 我对您的敬佩就犹如滔滔江水 延绵不绝 但是我对您的歉意呢 就跟那马里亚纳海沟一样 都伸到地球里边去了 你有这说爱的镜头啊 你还不如去多挣点钱呢 不用我妈要给你擦皮 我媳妇批评的是 我保证从今天开始 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我多买彩票 我中她一个亿两个亿啊 然后呢 让我的媳妇 还有我的岳母 好几辈子都花灌 您瞧她那点出息啊 要挣钱养家呢 还得靠买彩票呢 去去去去 这是我一个没好的愿望嘛 啊 是不是 来 来 来 怎么样 怎么样 妈 我有个事啊 我想问问你 喝 你别生气 喂 你保证不生气吗 你胡废话 那三万块钱 你还真赔给人家了 啊 你还没办法 没有 没有 你还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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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你还没办法 你还没办法 不得了 没办法 你还没办法 呃 你还没办法 我还没办法 你还没办法 呢 赔钱了 真不知道那老太太是否得了石金峰 她真的赔了人家三万块钱 那老太太是我亲家 他这真套出三万块钱来 话都几月的那个份上了 他能不出钱吗 真配钱 如果他不出钱 这事就没完没了 不过话也说回来 你弄亲家还真有钱 三万块钱拍在桌子上 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算是我成了个情吧 大妈 我记得你说过 要换房子 这房子不卖了你还要买吗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呢 现在最近这附近有卖房子的吗 我想买一套小一点的 那我看一下 最近卖房子的还挺多 一时一听就够 就离我现在住的地方吧 近点就行 一山啊 来 把这钱拿回去 不是那个什么 要不然这么着 你买个三万块钱 从这里边给刨了一套 不不不 我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 一口唾沫一个坑 我说出二十万就二十万 那三万呢 就当是我出那口恶气的报酬 这怎么行啊 那个谁 我妈呀 对这事特不好意思 她她一直让我跟您道歉呢 不用 真的不用 你跟你妈说 她要是领我这个情啊 那这么的 让你妈给你买一个 离我近一点的房子 看在女儿和女婿的面子上 我一切都好说 我保证 那就买您隔壁了 哪儿我都不买了 真的啊 真的 那好啊 那明天我到小区去转一转去呗 有合适的房子那我就买了 行 就这么着 来 二十万 行了 叫着身子 干房去吧 嗯 啊 你啊什么啊 按照你岳母的要求 我已经给你买了个 一室一厅的房子 你已经买房子了 你瞧你这样 这回满意了吧 你不是不愿意跟我们住吗 我还不愿意伺候你们呢 一个一个懒成什么样了 晚上不睡 早上不挤 懒 懒 您在哪儿买个房子呀 我说出来你都不相信 哪儿这么寸的事 就在卖单房里中间 那 不是不是不是 您先别啰嗦 您告诉我 在哪儿买的房 定金交了没有 干嘛这么急着白脸的呀 吃枪药了 有跟妈这么说话吗 不是 那个 你你你赶紧告诉我 好不好 没哪儿 对门 对门 对 跟咱们一模一样 还中介那小渣 他跟我说 他说 刘大妈对门卖房呢 我就进去看去了 那装修可比咱们这好 而且那房子它没怎么住 要的价钱也比咱们要的低 业主啊他调工作了 所以他急于出手 我就立即交了定金 我的亲妈呀 你你让我怎么办呀你 什么怎么办呢 这样的好事你哪儿找去 不是这事您干嘛 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我跟你商量什么呀 我跟你买了这房子 我既满足了你岳母的面子 咱们离得也近了 这这这将来有什么事 也互相能有个照应 生活成本也低了 不是您是离我们近了 那那那不 怎么了 离我近不好啊 一把尸一把尿 把你拉扯大容易吗 吃把硬了就要飞 良心让狗给叼走了 我什么都不说了 你买得好还不行吗 我买得好和不好 你现在坐这儿 你也甭放屁 我定金我都交了三万块钱 怎么着 再让你岳母 再给人交三万块钱 亲妈呀 您真是我祖宗 这不还说什么呀 来 洗个手再吃吧 快 这是你岳母大人 让你好好研究研究的 这什么呀 还能有什么呀 就是能够拯救你 水生火热之中的东西 房子 对了 这是你岳母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搜集整理的 我们可以花钱立马入住的房子 特别好 这什么呀 你别乱翻 这都是排好顺序的 这还有顺序 谁叫咱们还是宣传干部呢 你看 一二三四 都按顺序排着呢 这一 一当然就是首选要买的房子了 我跟你说特别好 就在我妈家楼上 从我们家出门 到我妈家进门 三分钟搞定 高兴坏了吧 我告诉你啊 这房子特别好 一房一厅豪华装修 要不是屋主急着出国 才不可能摊上这么大便宜呢 你看你多幸福啊 摊上个虽然有那么点事儿妈 但是有什么事儿都可以给你解决的 我妈你岳母 透着乐吧 特别是娶了我 你直接从发展中国家 约伸到发达国家了 吃饭 老婆 媳妇 我不想活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 有点接受不了了 真不是啊 问你这正经的 梁浦又找你了吗 喂 喂 行 我别唠叨你事儿 沈子 快起床吧 害我都晒屁股了 你不上班了 沈子 快起床吧 喂 喂 亲爱的老婆 我妈找到一时一厅的房子了 就在我家对门 我想了老半天 我 我还是没有勇气跟你说 我保证我妈会对你好好的 我发誓 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这个良心叫狗给吃了的刘老子 老伴 这条裤子我看你能穿 你试试 这都破了你 没看吗 看看 这就一个洞 你能穿我给你补上 你这人可真是的 你让你老头穿戴补丁的衣服 这出门不让人笑话呀 一看你就落伍了 这个现在是最时尚的了 前两天你儿媳妇买一条新裤子 拿着大剪的 咔嚓咔嚓咔嚓 都给剪了 那叫乞丐服 行 得了得了 我知道你啊 这两天高兴 听着得意劲 我做梦都下出声来 别再给我整什么幺蛾子了 让你说着了 我就是高兴 买金的 一乘卖金的了 我想买房 老天爷照顾我 让我买了一套 对门的房 我看你这个老妖精 还有什么 周可念 行了 别得了便宜买贵 不管怎么说 人家也给你出了不少钱哪 你这态度不好啊 真的很不好 不好咋嘛爹 他能把钱给要回去 等明天 一过了户 再拿上钥匙 这叫生米煮成熟饭 要钱没有 要房 对门了 我这这说怎么了 下你得意劲 巧儿我自由儿啊 许配给招架 牙不疼吧 妈 来了 你要的书 你要的书干嘛呀都 甭管 你喝点什么 我自个点去吧 你不能吃这个东西 太凉了 不凉挺好吃的 不行不行 服务员 服务员 来杯鲜蛋 我这儿要尝过你的 不用了 你小声点 这咖啡厅 不用了服务员 不是 你这东西太凉了 你这 没事 我喜欢吃这个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还不让我自己喜欢吃的 没事 没事 什么劲啊 你这孩子 你就是个妮儿大胆 你什么都怠意 你什么都不做 你多大了 你怎么还不要个孩子 怎么的 非得好到大龄产妇啊 不对 你现在已经是大龄产妇了 你干嘛非得好到高龄产妇啊 我告诉你 那时候你要孩子 有你最受 行了 妈 我这一天到晚的忙死了 哪有时间要孩子呀 这么着吧 这么着吧 今儿晚上 我就回去跟您的二女婿商量 啊 商量咱老赵家后代的百年大计 这种行了吧 马上踢到一时日程了 知道了 妈 您研究这个啊 到底是要唱哪一出啊 我用这个对付身子的婆婆刘老 我们下一个不停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你都包往枪口上送给你 老婆 我想你 想你头 就我妈干了这破事 我妈好几天都不搭理我 你也好几天不搭理我 你说有我这么空军的人吗 放着如花思语的老婆 还得当和尚 滚 我去跟你妈哭去 是要她干了这隔音的没事 老婆 我想你想的事 是不是叫我想你想的头发掉 老婆 我就在你家楼下的 不信你出来看我一眼 老婆 你给我回家吧 没有你这日子 我过得没滋没味儿了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你回家吧 你等着 我晚上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住 妈呀 这人吓人吓死人呢 大半夜 你干嘛呢 迟到大半夜你喊我外婆 妈 一扇在下边 我去见见她 就一会儿 见自己的男人还用向我请示吗 您不怕您不高兴吗 医生她做了错事 就得将功赎罪 我们不可能那么轻易原谅她的 像你说的了 好像我是拆散董勇和齐仙女的王母娘似的 去吧 叫她上来 我有话和她说 真的 真的 这是我的筋马 快进 快进 老豆 老婆 跟我回家吧 我妈让你礼物说话 走 走 坐 不敢 请坐 不敢坐 请上坐 老朱 老朱啊 一直以来我对你怎么样 你自己心里清楚 是 我三个女儿 前后五个女婿 你是蝎子爸爸独一份 是 我让你住在我家 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 我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照顾 是 你买新房子我给你出了二十万 你那糊涂的妈 又把旧房子卖了 我又出了三万 帮她把这事摆平了 是 那你说 我 我不就是希望你和身子住得离我近一点吗 我这要求过分吗 是 不过分 这两天哪 我就想啊想啊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我哪儿错了呢 你和你妈这么待我 不是 妈 那个都是我的错 我应该想到吧 我妈下手得特别快 我应该呢提前就把房子给定下来 但是我最错的地方 行了 行了 知道错就行了 以后不要再犯了 保证啊没有用 要看行动 你和身子是夫妻俩 今后的日子很长啊 是啊 是 你总这样可不行 是啊 是 那个我我保证我痛改前妃 重新做人 那你这态度我基本满意 行嘞 身子可以跟你回去了 妈 太好了 你呢 走吧 妈 谢谢妈 谢谢妈 走了走了 等等 坐下 我还是不放心 您还是不放心什么呀 我一想起你妈 想起你们这个家伙 这个心哪 就好像掉了十五个水桶 七上八下的 小猪啊 我问你一句话 你跟我实话实说 我要跟您说一句假话 我出门就要抽 不不不不 不要发神毒咒 你派着良心说 你爱身子吗 爱 爱到什么程度 我可以为他上刀山下火海 我要皱一下眉头 这辈子我做不了男人 行了 冲你这个发誓啊 那我信你 我看得住啊 现在有一件事啊 能证明你对身子的一片真心 什么事 小事 不用你上刀山下火海 也不用你损失什么 妈 您不会 稍后把户口牵过来吧 你真小看我了 我不是那个什么都没见过的老奉剑 现在户口算什么呀 生了孩子姓父姓姓母姓都可以的 是是 那个 那是什么事啊 对你来说呀 小菜一碟 妈你说呀 什么事啊 我不想表达 你们别吵了 你转身就走了 喂 妈呢 我在新房那边打枣呢 妈一会就来了 你还不告诉你妈 我告诉她 也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不告诉她呢 哎呀 我知道了 我还是些少爱的骂她 妈 我们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呀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她们逗她们的 咱们过咱们的 对吧 嗯 你倒是想得开 死就不怕开水烫 我这心眼啊 她但凡要是小那么一点儿 我都被烫死了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让她们闹起来 快 小猪 别跟这儿擦了 你过来 帮我把床子涂上 你说你这是涂什么呀 废话 图吉利 图喜倾 难怪 难怪呀 都为了这个家 难怪什么 不话说一半不觉着憋的 我还是不说了 我要是说了我 今儿我这顿饭就吃不好了 你要不说呀 那饭更吃不好 那我说了吧 快说 难怪申子不愿让你过来 就您这眼光啊 比咱家那不走的老做终还不靠谱 那不一定 我这你心里不琢磨什么呢 你是希望我提高品位 没事说成天跟那老妖精的似的 涂脂抹粉 涂脂抹粉您就不必了 就您这床单 铺在这张床上 放在这个新屋子里头 怎么看怎么像那个 像什么 那使个浪带花啊 你不是赶紧撑什么 跟老妇正起的你 别闹了 有人来了 还怎么来了 沈泽 沈泽 亲亲母 亲亲母来了 阿 national 快请进 请进 钓羊子呃搬这搬 这个衣龙是什么